問題是如何感受神的同在 聖經有講到神的同在是可以感受到的 例如羅馬書五章五節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 囂灌即是留下來 聖靈將神的愛留下來 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刺給你們 有些人會想到平安 就是我想到天堂真的很平安 我想到神做的事真的很平安 這就是思想帶來的 但耶穌說我將我的平安給你 就像你本來沒有的 我給了你 所以這就是能夠經歷平安 或者勞苦丹重丹的人來到耶穌 耶穌叫我們得安息 這也是一個經歷 所以聖經其實有講到經歷 以賽書內一章一到三節 講到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起內遊代替悲哀 都是講到經歷 經歷就是神在做功 而怎樣經歷呢 基本上就是跟神建立關係 而跟神建立關係 第一步就是信心 信心是什麼呢 信心不是說我加強的信心 而是說神就是這麼好的 我就是相信祂是這麼好的 其中一句說話我定義 信心是神做事我放心 祂是一定做好的事 還有神的性格我可以放心 神的性情是最好的 這就是我深信神一切都是好的 為何信心行先呢 因為有些人在祈禱都是沒有信心的 祈禱時是怎樣 神啊我很慘啊我需要你 但是你經常都不幫我 快點來幫我 祈禱是會比較難經歷的原因 為何呢 因為祂覺得神很遠 祂覺得神很遠的時候 祂注目在困難也會難經歷神的 但如果我們越是深信神的平安 清爭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 你的心放鬆 是容易經歷到平安清爭的 是很明顯的 其實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前 我已經留意到這件事 一祈禱是有不同的感覺 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就更加明顯了 經歷到喜樂、能力、愛 很明顯的 但未曾經經歷四年充滿之前 我都留意到 是有很明顯的分別的 當你親近神 你有相信神的愛 你有宣告 神在愛我的 多謝天父、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一唱詩歌 你覺得心裡平安、輕省 重淡釋放 這已經是神的臨在帶來 這就是經歷神 這是第一步 你越投入 你就越來越經歷 越多 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任何情況都經歷到 而且半夜三間醒都可以經歷到 那你就會更加對神有信心 但如果那些人沒有經歷到 亦都告訴你 我沒有經歷到 但是神都會聽我的祈禱 這個也很重要 深信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會親近我們 就不要覺得 我沒有感覺 即是沒有經歷 還有另外一件事 經歷是有程度的 有時會經歷很強 有時會很強 又不用介意 經歷很強的時候 經歷不強 都是說感濟神 就算那天沒有經歷 也不要說神很遠 而是說 不要緊 今天沒有經歷 但是神都聽我的祈禱 神都祝福 是神找我們先 不是我們找神 不是我們祈禱神才找我們 是神找我們先 神去尋找我們 尋找請教失喪的人 神找我們先 這就是信心 信心不是阿嬌精神 是神的確是這樣的 不過很多人覺得 神在幫助我們 所以跟神的關係 就覺得遙遠了 有心 神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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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